他坚信只要他打得足够好 足够漂亮 赵构就能相信他 就能支持他 毕竟恢复祖宗故土 收复汉家河山 成为千古一帝的荣誉 谁又能拒绝呢 可是岳飞不知道 赵构早就已经是千古一帝了 大家好 我是唐主 我们废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正式进入 本系列的高潮 绍兴十年北伐时 中原战场上 岳家军弃吞山河的北伐活动 公元1140年 宋绍兴十年 金天卷三年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 东亚地区最为强大的两个王朝 宋王朝和金王朝 在陕西 两淮 中原等多个战场四处开花 打响了奠定百年基业的国运之战 战争一开始 金国利用南宋的不设防 收回了大部分因为王延昌议和 而割让给宋朝的土地 然而战争打响一个季度左右 金军就在江淮陕西两个战场遭到了挫折 不仅失去了进攻的实力 还遭到了宋军 韩世忠 张骏 胡适将 刘奇等人指挥的反击战 伤亡颇大 五六月间 金国中原主力王延宗碧部 被宋军名将刘奇 于顺畅城下大阪 金军精锐女真甲氏 伤亡数千 汉兵人心涣散 宗碧只能率领部队撤回东京城 重整旗鼓 三路大军进攻的挫折 导致宗碧心里开始发生转变 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组合倾向的战争投机者 本次南征完全是想唆哈一把就走 奈何玩砸了 三路兵马被各自战场上的宋军限制住 无法抽身 互相支援的可能几乎没有 只能各自为战 如果时间拖延下去 金国烂的荡气回城的后勤 一定会被拖垮 到时候军心思变 汉军大规模倒戈 地方大规模叛乱 就不是还能不能打的问题了 而是他们这些女郑贵族 还能不能活着回东北的问题了 宗碧作为一个战术上的矮子 战略上的高手 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于是他将在顺昌之战中 多次吃瘪的年轻侄子完颜庸撤职 换上了完颜阿鲁补任三路都统 统领东部京军以应天府为基地防守 以寒长守隐昌府 令狄将军守淮宁府 他自己与龙虎大王完颜突和素 镇守开封 企图构建一个环形防御圈 利用金军的高机动性 进行多面防御 一路遭到进攻 另外几路就可以马上援救 形成局部以多打扫的优势 歼灭宋军的有生力量 不得不说 完颜宗碧在战略上 的确算得上一个了不起的参谋 他这个防御模式 还是给了宋军不小压力的 那么陕西江淮的金军 完颜萨里赫和聂黎伯景 已经因为被宋军压制住 无法抽身参与中原混战 故中原战场某种程度上 就成了决定性的大会战 宋金双方谁能够在这个战场上 将对手击败 谁就有了主动性 可以随意支援其余两个战场 于金可以继续南征 于宋可以北伐两河 金方这方的领导人 自不用说是完颜宗碧 而宋军这方领导 这场大会战的 正是杀的金军 大呼 和山翼和岳家军南的岳飞 顺昌之战爆发时 宋高宗是真的慌了 他对秦桧破口大骂 一气之下想罢了秦桧的官 秦桧也因为金人这一不招调的南征 把他这个内奸在宋庭的脸都给丢没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他手下的笔杆子张念 却在关键时刻引用了古文里的一句话 君无常师主善为师 帮他解了为 秦桧用这句话忽悠唐色赵构说 无论主战还是组合 都是手段 都是为了国家 现在敌人难清 咱们就该坚决抵抗 他还恬不知耻地说 愿先至江上 与诸陆帅 同力昭讨 请求赵构也亲征以鼓励士气 这个老奸巨华的货 再一次说中了赵构的新卡 赵构生气 也无非是自己千辛万苦当狗 结果别人却不给机会 自己颜面尽尸吧 有了秦桧的这番说辞 他一下子就又有了精神 马上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 夹封岳飞为荷兰河北 诸禄赵陶使 救援刘齐 同时带兵北上 威胁京军 张俊 韩世忠等人也都有了赵陶使的头衔 参与抗京 一副下定的决心 要收复旧山河的模样 秦桧自然也就不再被赵构所厌恶 继续他伟大的抗诵事业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哪 有些时候还是要多读书的 身边有一两个像张聂这种做题家合作伙伴的 关键时刻 他能救命呢 当然 你是想要流芳千古 还是遗臭万年 那就得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我们接着说正题 所以当岳飞被加封为河南河北赵陶使之后 被拘束在俄州尺寸之地三年的岳鹏举 立刻振奋精神 一方面他开始选将点兵 制定战略 任用文士薛碧等人安排资重准备 另一方面他又直接派遣新服大将张宪 带领清济精锐配合步兵万余人 往东北方援救顺畅 而岳家军上下将士们听说朝廷允许北伐 也是振奋不已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尤其是将帅都是北方人 兰渡后东征西讨 北望中原已经十几年 始终没有和金军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报当年家园被屠戮之仇 如今整个代弹多年 每日按照岳少保的安排 身披重甲 苦练冲坡 跳豪 射箭等战斗动作 今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出事前 他们都纷纷朝家中老小告别 相约收复北方故土后 再团圆重逢 三军将士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怀着一往无前的勇气 等待着主帅出师的命令 然而 就在整个金湖地区战争机器高速运转 上至主帅岳飞 下到运良的范福走卒 都在马不停蹄地执行着北伐大计的动员活动之时 前线一匹快马带来消息 顺畅大劫 刘太卫以五千净族击败金军十万之中 四太子带着部队撤回开封 这一大劫本是好事 但是在岳飞心中却成了一道晴天霹雳 他太了解赵构了 之所以他被委以重任北进中原 就是因为赵构怕刘齐被打败 自己又开船下海 希望他岳飞能出师分担压力 但是如今主力还没出发 顺畅却已经大劫 赵构一定会派人来让他撤军 果不其然 六月下旬 从临安飘来一支御船 天使司农少卿李若虚来到了鄂州 为岳飞带来了赵构的圣旨 当时岳飞已经开始北进 李若虚赶到德安才和岳飞会晤 李若虚去临安赴任之前 曾是岳家军的首任参议官 岳家军的政务一把手 但这次老有会面却充满了冰凉 李若虚悲伤地告诉岳飞 赵构希望兵不可轻动 一切班师 这一结果 岳飞或多或少已经猜到 故当李若虚给他宣读完圣旨后 他便苦口婆心地给李若虚分析局势 李若虚听完岳飞的陈述之后 心中的愤慨之情难以下印 十四年前 他的胞弟李若虚在靖康之变时 因不屈服于亲人 而牺牲的模样 在他脑中反复出现 国仇家恨至今未报 昏君奸臣的命令不能再听了 基于大意之下 他毅然决然决定违抗圣旨 主动承担了违抗圣命的纵罪 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岳飞的北伐 岳飞这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出师 尽管初衷是好的 但是也埋下了一个祸根 那就是他是在赵构不愿意的情况下出师的 那么岳家军的后勤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几个战区的配合调度也得不到保障 皇帝一不高兴 一不小心 岳家军就会成为孤军深入 后勤无望的禁敌 而实际上 后来的一系列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只不过此刻的岳飞已经没有想那么多了 和朔 燕云 他带逼十年的梦想就在眼前 不是之功 独日将成 他坚信只要他打得足够好 足够漂亮 赵构就能相信他 就能支持他 毕竟恢复祖宗故土 收复汉家和山 成为千古一帝的荣誉 谁又能拒绝呢 可是岳飞不知道 赵构早就已经是千古一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